插金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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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真的如果哪一天 他如果真的是副總統 或他哪一天真的往上走的話 他應該付我一點錢才對 一個蔥子 要用兩百塊來買 然後交給各位 讓我平常比較嚴肅的 比較剛硬的形象 好像軟化了不少 親切了不少 我倒是真的要謝謝他 如果說他第一個 重要的貴人是盧秀偉 第二個就是郭子權 他本來很剛硬的那個形象 或者說他本來只有在 台北縣的這個縣長而已 一下子變成群國性的形象 中間的顯民的票都進來了 我想郭子權對他後半段的 這個政治的事實在 的確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當然衝衝衝這四個字 這三個字是 他74年做審議員連任的時候 他自己就打出來了 那只是那個 不過我同意要付王偉充錢 因為的確是幫了不少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郭子權是幫他 柔化他的形象 可是他整個就像 剛才胡大哥講的 他太淺了 就是說做一個政治人物 他太淺疊 他從審議 我們跑到來跑很久 他做審議員的時候 是所謂 當時跟游錫坤謝三聲 現在已經過世了 當時是審議會的三劍客 那他的口才 口才是蠻一流的 他當時問李登輝 說要問全國政策 他問李登輝說 李登輝你有沒有聽過 普派跟奧利維 然後李登輝就說 好像聽過 好像不曉得 最近沒有遇到 不曉得是不是死了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這是卡通人物不會死 可是他就是要講 全國的電視政策 可是他就會用這種 輕鬆的東西帶出來 可是問題是他在整個 民進黨中央的過程裡頭 他一直沒有辦法 抵上所謂決策的核心 他過去是康系的人 然後在同樣是 北地島的辯護律師 可是他永遠在 我們跑中央的記者裡頭 他就沒有辦法說 像陳水扁啊 或是像你這樣子 有一種比較深度的 策略的東西 當然現在流行 流行所謂執行力的東西 讓他比較吃香了 再加上郭子乾 讓他的形象可以親民 更親民 更有那種所謂的接觸感 所以他的整個就上來 可是我覺得 他整個深度上面 的確還要再再進步 還要再改進 所以比起 陳水扁謝長廷 老實講 蘇貞昌如果沒有勾錢 這樣扶他一把 他可能就只是一個淺碟型 只是一個台北縣長 他現在變成一個全國性 可是老實講他也很努力 我們後來的了解是說 以前都講說口才很好對不對 北謝長廷 當然就是蘇貞昌 我們後來才發現 蘇貞昌是到夜市裡面 去寫人家說怎麼去叫賣 所以他口才一直都是很溜的 其實蘇貞昌真的是 私底下是蠻可愛的 我記得他那個時候 在當總統府秘書長的時候 有一次的記者會 阿扁的記者會 那總統坐在前面 然後旁邊有一些記者 然後我們屬於周刊記者 是比較軟性 我們就喜歡跟 秘書長擠在一起 結果就記得當天啦 那個秘書長連續講了 三到五個笑話 笑的整桌都這樣很開心 然後阿扁就不斷地轉頭看 這位秘書長是怎麼了 為什麼把這一桌 逗得這麼開心 那我記得他講的笑話 還是有一點點顏色的 那因為現在還沒12點 所以還不太適合講 所以說他基本上的 他的口才 還有他的人緣 其實還有他私底下的幽默 跟他平常看起來 嚴肅的形象 還是有不同的 就我們接觸過的幾個 像謝長廷啦 陳睡扁啦 其實謝長廷 其實我覺得陳睡扁 是最嚴肅的 私底下 真的是最嚴肅的 大概除了跟你拿名片 連名片都沒有看 就放到旁邊去 就開始跟你講政策 怎樣怎樣 那謝長廷是蠻溫暖的 他會先問候你一下 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蘇貞昌就可以跟你聊很多 可以聊爸爸 聊小狗 聊媽媽 他可以聊很多 可以談有一點顏色的笑話 他都可以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他在總統府的時候 事實上阿扁是不太喜歡他的 因為他常常人緣比他還要好 對 那淺不淺疊這個部分是 在民進黨裡面確實是 包括像現在的高層 都比較憂心的一點啦 就是有人說他其實 這樣講可能不太好 就是書看的不是很多啦 那對於一些論述性的 因為民進黨是很重視論述 他對於一些論述性的東西 也沒有聽過他對於未來 民進黨的走向 或者是對於未來 剛才胡大哥講的 兩岸的經濟的 經濟面的走向 有什麼樣的遠見跟看法 那我還記得在行政 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 我們印象都蠻深刻的 就那時候蔡英文是當副院長 他們對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金融政策 就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那個時候都在打那個 所謂的二次經改的問題 對對對 那他的看法就是比較執行 上面人的命令 或者是說比較執行 對於綠他政策 高層政策的一個指導 那蔡英文就不是 他比較往遠看 他比較往遠看 所以蔡英文他過去 在兩岸國際的談判桌上 都有的經驗 是蘇貞昌完全沒有的 那我想這一點 可能就是蘇貞昌的危機 所以蘇貞昌如果要更上一層樓 不只要多看書啊對不對 格局可能要大 論述能力是要加強的 那另外他會不會有一個缺點 會不會太兇了 把黨內變成一個鍋鳥 來我們看一下他罵人 很多到時候嚇到很多 連那個不會失望的 不然你去開行政宴會 來我們看一下 很不好的簡報 這個簡報應該只要三張圖 就可以的簡報 北桃園已經供水出問題 你應該是在第一時間也知道吧 我就在中午知道 所以我中午部長也來 不是今天中午 這個已經是幾天前的事 幾天前的上回那一次 我是當場就提早 那一個會那個佐水會往下游走 會影響淹山燕 那一個沒有 你這個機制沒有運作嗎 開胃開到晚上 甚至早上 開胃有什麼用 吳大哥 喊不得有情面對不對 這當然好處的話 就是盯得很緊嘛 可是後來真的還在講 就是說因為他脾氣不好啊 所以弄到後來就變成一個姑鳥了 馬總統 我怎麼希望你用這種態度 對你的內閣會好一點 反正就這樣子 光僕 我們的僕人 應該的 我認為這樣對 罪根就底 當然這個 你剛剛談到這個郭子前 當然所有的事業都表演事業 這個對蘇貞昌的加分 當然是很大幫助 正如你剛提到的北謝南蘇 口才 我們年輕人聽他們演講 真的佩服不得了啊 真的是非常好 問題是口才背後 孔主說文勝職則也 這個職 內南怎麼樣 我覺得是他的最大危機 而且蘇貞昌 內外敵人非常多啦 我聽到很多國民黨比較核心的 懂得選戰 他們真正擔心蔡英文 會攪著2012總統候選人 這個問題所在啊 蔡英文你看他這一天會跟馬英九 平起平坐來辯護 他會提出十零政綱 他正在選總統啊 你看蘇貞昌 搶攻台北市 我們旁觀者看 你黨內總要協調吧 大家一起大腦來談吧 也沒有 你就沒辦法眾志成真嘛 最重要是 領導者你的理念是什麼 觀念的君主就是未來的君主 你的理念 會帶動整個政策 所以我送給蘇貞昌 請不要生氣啦 這是華遠說的 事不可使盡啦 事使盡貨幣制 平息不可以 不是你 任何人叫你就衝衝到地 不理黨內的協調 這很重要 我這句話是送給他說 有些時候 定徑功夫要有 把黨內集結起來 中間選民正義到 如果這幾個官都沒正義到的話 民進黨的基本反應是42 要加9 南盧登天 至少到目前為止 阿伯那時候還組一個正義連線 現在你還有一個什麼福利國 他們都是打團體戰啦 真正一個姑娘 到現在沒有派系的就是蘇貞昌 我剛剛有一點我不太同意 中信剛剛講的 他說蔡英文準備給馬英九辯論 我覺得他嘴巴這麼講 其實是在拖 根本目前可預見的將來不會變 他就是要拖拖拖拖到你馬英九 這個什麼六月要簽的時候 前面都不辯論 我不相信要辯論有什麼困難 因為蔡英文今天講又會有很多條件嘛 什麼什麼立法院主 什麼獨立調查委員會 什麼都查下去 我覺得不要被蔡英文騙 第二個 蘇貞昌那麼兇 剛剛中信講說 馬英九你要用這個態度來 對付你的下屬 我當然建議馬英九要有點魄力 但是蘇貞昌那個做法 就是我覺得觀眾更要聽 為什麼 因為我首長都跟蘇貞昌一樣 不需要強硬什麼三個餅 打三白之三不需要 說不聽話啦 首長就可以叫他走路啦 就像剛剛說 我孫章這樣罵爹的那個 做的警報 就這樣罵他就罵你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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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